嗨大家好 喜欢看历史讲历史的兔子姐姐又来了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看到的一个大新闻 就是大家所属之的著名的这个澳门独王 何鸿生先生啊 是在昨天下午在香港 兵士了享年98岁 我知道啊 肯定很多人都喜欢看他那些 商业帝国发家史 包括他的一些家族秘闻吧 比如说他那十七个子女啊 四方太太啊之类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更关注的呢 就是他究竟被我们国家做了什么样的 最著名的呢就是在03年的时候啊 他是花了600万的港币 拍卖了这个著名的我们圆明园的 十二兽手之一的猪手 然后贡献给国家了 然后呢19年他又是花了6910万港币 然后拍卖了拍了这个马手啊 也是捐献给国家了 这是大家都特别熟知的一个事情啊 而且何鸿生老先生呢 也是一生都治理了这个 海外流失文物的这个追回的这个事业啊 还有其他的呢 可能我们大家不是特别熟知的 然后在99年3月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我们北京要这个 为了新世纪新建的这个中华实际团啊 当时他也是出资了300万美元 包括到01年的时候啊 我们北京申办奥会成功了啊 到新建这个国家有语中心水利坊 只捐了一个亿 然后呢08年的时候 跟Trakishan一时间捐了1000万的港币 作为赈灾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我也是才查资料才知道的啊 就是在90年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这个 何鸿生航天科技人才培训机制 这个他的这个宗旨啊 我打在这个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都是官网上结下的 其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啊 我就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了啊 看这些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啊 以前对这个赌王的了解 可能都是基于他那些传奇的故事啊 家族的秘史啊之类的东西 没想到他还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 他应该是收在香港 然后发展在澳门的人 然后能看出来啊 其实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啊 民族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真的是很强大的 然后我也知道呢有很多港澳台啊 包括海外啊 一些爱国企业家 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进步啊 贡献了很多力量吧 嗯 我也特别希望啊 我们以后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能够出现 然后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啊 我觉得就是在自己最平凡的岗位上 今天一夜的工作吧 然后好好的生活 应该就是为国家为民族 尽了自己的一分地了 好了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点点看法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意见 或者跟我有相同的想法 可以给我留言 给我评论 并且加关注哦 我是托子姐姐 再见 再见